NBA2324赛季最终尘埃落定 凯特人赢得了年度总冠军 于是此刻我们可以来为凯特人这一罐评价一下韩金亮 总的来说我认为绿军今年的这个冠军是NBA近30年来 甚至可以说是近40年来韩金亮倒数第二的冠军 仅仅比2015年勇士队的冠军韩金亮稍微高了一点 与22年的冠军韩金亮基本持平 从夺冠历程上来说凯特人这一路的征程 他们的对手统统上了球队核心 首轮吉米巴特勒受伤 四轮米切尔受伤 冬决哈利伯顿受伤 并且上述三人都缺席或者部分缺席了比赛 中决赛这是冬契奇受伤 虽然冬子没有缺阵 可是比赛之中膝盖经常往外渗血 实力顶多发挥出了六七成 绿军今年这一罐的历程 与2015年的勇士可以说非常相似 那一年勇士的对手也是接二连三受伤 中决赛他们比凯特人还要幸运 因为凯利欧文直接重伤退出比赛 凯文乐福也是找找赛季报销 勇士等于是击败了半支骑士队 所以2015年的勇士冠军 是NBA近40年来含金量最低的 今年凯特人冠军的含金量 仅仅高于那一年的勇士 他们吃了三轮丧病红利 但没有2015年体系明珠吃的那么彻底 而且最终FMVP的归宿也是比较玩味 2015年归了伊格达拉 今年归了杰伦布朗 两位名义上的球队老大 提心明珠史蒂芬和塔图姆 这都是成为了球队副手 混了个老二冠军 所以今天恩比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直言 凯特人不可能建立王朝 因为今年东部桑完了 给力军吃了红利 你别说恩比德这小子 这回他的看法竟然和我达到了一个层次 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 最有含金量的发言 凯特人 尤其是塔图姆 想要证明自己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 绿军今年这一冠 比他们的老前辈拉塞尔时代 八支球队刷出来的八连冠 含金量还是要高很多的 那个年代的冠军 四个冠军 勉强等于现代一个冠军 所以拉塞尔谁一个冠军戒指 也没有人认为他能碰瓷敲单 我们下期见